美国总统候选人第二轮辩论美国当地时间 星期天晚间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举行 共和党人川普和民主党人克林顿一开场就唇枪实践 相互攻击对方的人品 此前媒体披露了川普几年前吹嘘自己调戏和侮辱妇女言论的音效 川普在辩论前召集前总统克林顿的指控者与媒体见面 并出席辩论 距离总统选举日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些最新的发展会给两位候选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 Mr.Robert Daly来谈谈他的看法 欢迎戴博 谢谢 戴主任 这昨天晚上辩论肯定看了 看了 总体的评价 总体的评价 我觉得这是美国全国的一个耻辱 美国的民主到了这么一个地点 这个是全美国从那个六十年代开始有那个电视播送的那个总统候选人的那个辩论以来 可以算是最肮脏的一次 为什么 说美国面临的这些实质性的问题 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相当多 政治经济文化战略等等 可是这个是他们提起了几次这些论点 可是总的来讲 他们在互相的骂 尤其是特朗普 就是让给很多人一个特别的得赃的一个感觉 而且美国是喜欢宣传它的民主制度 我就是作为一个前当国外交官的一个人 我也挺害怕就是外国人看这两个人辩论 说美国怎么到了这个地步 这个民主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如果我们不来考虑这两个人 两个候选人的辩论的时候 不考虑他们两个人的观点 或者说我们不来考虑他们两个人所谈的这个内容 先不说他这个语言 像刚才你所说的是肮脏还是不肮脏 就两个人的辩论技巧和风度而言 你怎么评论 如果你是说辩论的技巧 谁的论点 谁的理据 谁的事实是最有说服力 就是说如果你让一个美国的大学 辩论代表队的一个人 一个裁判给他们得分的话 那肯定是克林顿更有说服力 因为他的语法 他的这些句型 他的理据 他的逻辑线 比较有事实 比较清楚 有时候你不太知道特朗普在说什么 所以从这个方面肯定是克林顿赢了 可是这个也不是那样的大学辩论比赛 关键是这个怎么影响 11月8日美国选民怎么投票 那川普在这整场辩论当中 就没有一点技巧 或者是说他的风度可言吗 他是 他有 肯定有 我觉得对那个已经支持他的 那些40%的美国人来讲 他们肯定看得新高采烈而鼓掌 他们都觉得他赢了 因为他这次就非常简锐地批评和骂 克林顿 说你是邪恶者 尤其是在一个以天主教徒为主的一个国家 这个话是说得非常的严重 你是邪恶者 你的心里是充满着对人类的恨 而且是说你应该是囚犯 如果我当总统 我就会把你锁起来 也提起了那个比尔克林顿 过去的一些新丑吻什么的 这些是支持特朗普的很多人 已经等了很久才听他讲的一些话 对他们来讲 他肯定说得有说服力 可是他们已经支持他 关键是不支持他 他也还没有支持克林顿的那些 没有党票或者没有做出选择的人 特朗普的这种行为 这种话 有没有说服力 这个是关键问题 也就是说在你看来 他的这种做法反而会把一些 还没有决定 是不是最后支持他的人 反而把这些人给吓走 所以我们还需要有几天的那些民意调查 我们才会知道 可是我们是知道 那个星期五下午 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新的那个 那个录像带就出现了 像你说的 侮辱了 女性 也好像他自己是 吹牛说 他是做过这个新骚扰 这类的事情 那个丑闻就是爆发以后 辩论之前的一些新的民意调查 说克林顿正在领先 他是35%的美国人支持特朗普 46%支持克林顿 如果你不把绿色党和自由党的 那两个小党的候选人 包括在内的话 那那个差距就更大了 克林顿就领先特朗普 大概是14%左右 说到就是这个 在这个辩论之前 就是刚刚披露出来的 就是川普的这样的几年前的一个 他在吹嘘自己 2005年 2005年 十几年了 这个录像披露了以后 对川普的这个竞选 会有多大的伤害 已经有比较糟糕的影响 再假象他现在承认 他大概有20年 是没有付个人的联邦政府所得税 他昨天晚上承认了 任何就是美国历来的一个候选人 如果承认了这些的话 就死定了 可是因为特朗普 你不能否认 是反映一部分美国人 对所谓的那些制度化的 整个的一些反感 所以那个大概 35%到40%左右 不管特朗普说什么 做什么 还会支持他 现在我们注意到 就是说他的这个录像 出来以后 披露了以后 现在共和党许多人 甚至包括据有报道说 现在共和党的全国这个竞选委员会 现在考虑要放弃川普 敦促他放弃这一次的总统竞选 如果真的这样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是没有先例可选 所以那个全国的共和党 这个竞选委员会 放弃特朗普的可能性不太大 你说的没错 有一个报告说 今天五点钟 他们要开会考虑这些 其实不是说放弃特朗普 就是说应该不应该 把他们的资源 给每一个国会的参议员 众议员的这些候选人 为了保证 如果柯林顿选为总统的话 美国的国会 还是共和党控制的 包括今天上午 非常有影响力的 美国的众议院的领袖 就是多数党 共和党选主的 那个Paul Ryan 也说 我再也不会为 那个特朗普辩护 我也不会帮助他 就是活选 我还支持他 他没有说他不支持 可是他不会帮他忙 这个对特朗普的影响 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昨天晚上特朗普说 虽然我是吹牛说 我对女性有什么行为 我有多么大的什么吸引力 我从来没有做过的 这个性骚扰 我从来没有做过的 这个对美国机制来讲 是个非常大的挑战 他说 川普说 我只是说了 我只是说而已 但没有做 但是从那个录像 那个录音我听了 从那个录像里面来讲 似乎是他做了 他在说 他那样做了 我听那个录音了 看那个录像 是给你这么一个感觉 而且他 但是他说 克林顿总统 他说我没有做 我说了 但是克林顿总统 却是做了 那么川普 抛出来的这发炮弹 那对这个希拉里 克林顿 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这不算一个 太大的炮弹 这个有点 风马牛不想及 因为比尔克林顿 不是候选人 希拉里才是 而且克林顿 的这些 我们都不否认 他是有那个 比较好色的 这么一个历史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已经经过过 那个八年 都知道 他都是受到了弹劾 这个多数的美国人 是知道 抛到脑后 所以支持希拉里的 早就把这些 算在内 这个不是什么 新的丑闻 他没有爆发什么 他只不过是提起这些 所以我估计 不会起太大的作用 那么川普 在这个辩论之前 就是说他的这个 关于这侮辱女性的 这样的言论 被披露之后 那么在这个辩论之前 他专门邀请了四个 原来指控 前总统克林顿 性骚扰的四名妇女 和媒体见面 和媒体见面 来讲述 当年的这些故事 同时还邀请其中的三个人 是参加了这场辩论会 那么川普这样做 你觉得真的会对他 带来很大的帮助吗 我希望这会是 他自己有点难堪 要记得 现在最关键的是 谁可以吸引 住在摇摆州的 还没有做出决定的这些人 这是唯一的问题 如果特朗普 让你支持他的40%的人 更积极地支持他 没有关系 克林顿也是 已经支持他的 如果他们更积极 也无所谓 所以关键是那10%左右 而且那个所谓的 积极交代会 我看过了 那四个女性 还有特朗普 他们都没有话 没有讲述他们的故事 就说 是的 我支持特朗普 克林顿不是一个好东西 每一个人两三句话 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 所以我估计 已经是昨天的新闻 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我觉得 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具体的议题 在这个昨天晚上辩论的时候 就奥巴马总统的 这个健保计划 他们两个人是展开了 一场争论 当然 川普是批评奥巴马的 这个健保计划 那么在你看来 你个人的观点 对这个奥巴马总统的 这个健保计划 你是怎么看的 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这个法案 全大多数的美国人 都没有看过 而且他们没有资格 懂得它的具体的内容如何 昨天 克林顿他自己也承认了 这个健保法案的漏洞 和肯定要改正的地方 相当多 听克林顿他自己的话 我们都不能说 这个奥巴马的那个健保法案 已经成功了 这是肯定的 他的问题很多 可是我那个时候是问了很多 医生 护士 还是做公共卫生的这种转家 你到底怎么看待 多数的 我所认识的美国转家说 这个没有解决美国的 那个医疗问题的一切 根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 有所改善而已 所以要继续改 这个是克林顿昨天说的 不要把它通通作废 因为是有一定的进步 有几个新的一面 是很多人都喜欢 所以你不要作废 因为你从头再来 还会是什么三四五年 不可能 那个特朗普就是主张 确定作废 谁更有说服力 我不知道 可是明明克林顿是更懂得 健保法案的细节 要记得那个比尔克林顿 刚选为总统以后 希拉里经过两年的努力以后 失败了 给美国创造一个新的 那个健保法案 可是他非常懂得 这些细节和这些程序 我们再说说这个 关于减税方案的这个争论 当然这是一个 由来已久的 这样的一个争论了 川普认为 他的减税的方案 那是可以造福美国的 这个中产阶级的 就是老百姓的 那么当然 这个民主党方面 是指责说 你的这个方案 是给那些 最有钱的人来减税的 那么这个 在这个问题上 到底他们这个双方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 这个争论 到底 当然可能听起来 是各有各的道理 在你看来 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最起码在这个方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 都同意 美国的那个 税收的那个法律 的现状是不能接受 这个是一个亮点 有可能可以联手 来改造和改正 美国的税收法案 我觉得美国 面临的 比如说要更新 所有的基础建设 美国还是面临 这个教育问题 还有那个 所有的那个科学 科研方面的 这些研究问题 而且美国的 长期 预算的这个 结构性的危机 现在就来临了 现在美国要付他的利息 还是他的所有的 给穷人 给老年人的 这些补贴的 各种各样的费用 都会 再加上美国的军费 差不多 就是会把美国的 联邦预算的 90%就吞下去 所以最关键的是 他们两党都同意 要进行改革 当然那个 我觉得最有钱的人 是美国这个社会的 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他们多付出一部分 我觉得是公正的 我是支持这个 我们说是进去性的水质 我觉得是对的 我们再来说说 这个关于这个 移民政策这问题 差不多我们还有一分钟的 时间的样子 那么川普 关于这个墨西哥移民 以及穆斯林的 这样的这个言论 那么会对他造成 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我们也看到 他在试图在补救 其实现在 就是增长得最快的 新的移民 是来自于 这个亚太地区的 而且有很多 经济研究报告 证明了 不只是合法的移民 连非法的移民 总体来讲 是给美国 带来经济的好处 而不是有害于美国的 所以美国 历来是个大熔炉 我觉得 限制这些移民 就是大规模的 限制像特朗普说的那样 有点违背 美国最想象的原则 当然 不能说是什么问题 都没有 我们不能排斥 这些恐怖分子 抛进美国来 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 可是总的来讲 我们不能因为我们 害怕 极小数人会怎么怎么样 把多数的人排出去 好的 谢谢戴博 谢谢 谢谢参加节目 我们非常感谢 威尔逊中心 基金阁中美关系研究所的 主任戴博先生 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 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